小教授您为什么会推荐大家入乳香 乳香这一只精油的话 它的历史很长 因为乳香也是一个中药材 它的起源到中国来的话 它时间是比较久了 它不是中国的特产 但是在中国运用已经历史很悠久了 这个为什么叫乳香 可能大家也觉得很神奇 因为乳香它是橄榄科的乳香树 乳香树的树枝 流出的一个体液 那么这个体液它有一点像奶汁一样的 留下来一滴一滴的奶汁一样 粘成粉拿来葱的时候 又像奶汁一样的 所以就有一个乳汁在这里面 为什么香呢 因为它有特有的这种中药的高级的那种芳香 所以我们就称它为乳香 它名字的为什么到中国来 就叫乳香是有道理的 那么乳香在进到中国以后 它有非常多的用途 从明代的本草纲目 宋代的一些异集当中都有记载 那么归纳起来主要是这么几个作用 一个就是活血 第二个是行迹 第三个是止痛 还有一个它可以消肿生机 这是我们中药的一个它的一个疗效 所以乳香作为中药来讲 它就是有疗效的 那么一旦乳香经过蒸馏提取以后 它就成为我们现在用的乳香精油 那么它实际上是乳香的一个植物的一个精华 它的药效的作用应该是原植物的50到70倍 但是作为我们芳香精油界有这么一句话 精油不是药 有病找医生 那我今天讲的也是一种条理 不讲病 因为虽然我是个医生 但是我也要规避这个风险 听大家在传发的时候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在这里先声明一下 那么另外呢 我就下面就讲一讲 根据我们中医的本草的记载的这些疗效 来推导我们现在精油的一些作用 那么我们家现在精油的一些作用 它是从化学成分去分析它的 它含有α-Pasic 柠檬锡 这些单铁锡跟背板铁锡的成分 还有测白锡 那么锡内的跟单铁锡跟背板铁锡的成分 首先它具有消炎的作用 它具有什么呢 对我们的心灵有一个呵护的作用 为什么这样讲呢 消炎的作用就弥补了 我们中药原来是我们也提到的 它可以止刻化痰 可以消炎 对我们的感冒啊 咳嗽啊都都有作用 这是弥补了我们原来重要的不足的地方 第二个 它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 因为通过休息以后 我们通过我们的嗅觉来刺激我们的嗅球 引起我们大脑边缘系统的 性能和海马回的情感记忆反应 所以它是一支真理之油 所谓真理就是正向的油 提升你的正能量 是不是这样呢 净化你的心灵 当你感到心情抑郁的时候 当你感到交叉的时候 你需要说话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支精油来相寻 是非常好的 心灵的 第二个 我们讲它有活血 行气止痛的 那作用就大了 是吧 第一个 它的活血化鱼 活血化鱼从中医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效 我们中医药的活血化鱼的 一系列的研究 曾经获得过国家科技一等奖 这是其他的医学研究 很难达到这么一个巅峰的 而我们今天讲的乳香 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乳香精油 它怎么样活血呢 因为它是进什么进的 它归精是归到心筋 肝筋 脾筋 心筋 心足血脉 肝是足疏泻的 疏通我们人体的气息 所以它可以活血 行气 既然是活血行气 那就有止痛 为什么讲 不通 止痛 通着不痛 所以对我们人体的 所有的痛 你就要想到用乳香 心脏不舒服 胸痛 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抹上乳香就行 当你的乳房脏痛的时候 那乳房上面一抹 同样能达到 行气止痛的效果 心腹疼痛 腹部 我们的胃 我们的肠 出现筋软 出现疼痛的时候 它都可以起到一个 行气止痛的目的 这是一个痛 心腹疼痛 第二个行气止痛 对我们全身的 关节的疼痛 颈向疼痛 颈椎病 腰椎病的疼痛 关节的疼痛 风湿的疼痛 都可以用到什么 用到乳香禁忧 还有我们头痛 大家用过吧 这个历史太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 像我们出现一些 脑梗的这些病人 我们舌下低乳香 低乳香 它马上通过微循环 进到我们的脑血管 因为它有个 背板铁锡的成分 又可以通过 血脑屏障 直达到我们的 大脑的边缘系统 以及我们的 中枢神经系统 还有我们的 心人和海马会 能提高我们的 给氧量 提升你的能量 所以它对我们 头痛非常有效 不管什么原因 在没有查出原因之前 我们先止痛再讲 是吧 所以我们头痛 是很难受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到它 我每次头痛的时候 乳香第一点在棉线上 加一点点的薄荷 就刮头屏马上最好 对呀 所以我们一个痛子 疼痛的痛子 我们就可以用到乳香 还有我们也讲到了月经 月经不条 痛经 我们可以用到乳香 对吧 可以用到它 这个我们这个皮肤 表面如果身疮疼痛 我们可以用到它 因为乳香的 修复细胞 改善我们皮肤的那些粗糙 皮肤的纹理呀 比较粗的 可以细致皮肤 可以使我们的皮肤 细腻光滑 可以去斑 淡斑 都有作用啊 因为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 因为乳香 它是树的什么 体液 树的体液 它溢出于这个 树皮啊 从通过这个 隔去以后 树的这个隔痕 这地方流出以后 它实际上 它就有修复局部的 伤痕的作用 所以我们中药里面 有一个消肿生机 我们这个中药 真的很伟大 实际上在西汉的时候 去现在已经 两千多年了 两千多年 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 有这么一个作用 了不起 那我现在 我们用于它 来护养我们的皮肤 淡斑 因为活血化鱼 我们的斑痕 就是有浴血嘛 我们活血化鱼 那么斑痕 如果局部的 比较粗糙 它又可以细腻 受皮肤光滑 修复我们的细胞 所以对我们皮肤非常好 这是一般的 精油达不到的 可以淡斑 消除疤痕 比方我们的手术以后 我们的一些 局部的一些斑痕 都可以用到乳香 这是我们讲的 第二个功效 第三个 就是消肿生机 就是当我们皮肤 出现溃疡 或者我们肠道 内部的肠道 有溃疡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到乳香 来修复局部的伤痕 这也是达不到的 最后就是我们讲 灵性的修复 就是在灵性 层面上的修复 可以对我们很多 焦虑 忧郁的伙伴 你可以考虑 用乳香 它真的能帮到你 因为乳香贵心筋 我们讲 助痛 痒疮 结束于心 助痛 痒疮 结束于心 是中医归类的 凡是痛 痒 痒 痒 都贵于心筋 跟心有关系 乳香是做心筋的 现在经理我当中 可能这一点 没有提到 我觉得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是心筋 肝筋主要是理气 脾筋主要是 跟运化有关系 运化 因为我们一些 痰诗啊 诗漆啊 都是跟这个 脾筋有关系 干组书片里面 有三个方面 疏通情字 疏通气息 疏通脾胃 帮助我们的消化 那么疏通我们的情绪里面 就是我们心灵的呵护 那么在古代的话 也知道把那个乳香 拿来粉香燃烧 来修夕 但是我们现在 从这个乳香当中 提取这个精油的话 那这个 他的心灵方面的呵护 可能要超出 原来的药材 我们做药材的话 一般是在第一次 第二次 割出来的 那么第三次割出来的 乳香 才拿来 蒸馏提取精油 所以它在 等于是 我们的体液了 真正是体液了 素的体液 来跟我们 人体的这个体液一样的 来进行一些交流 沟通了 所以在这个精神层面上面 有升华 它是一支百达精油 百达精油 它的相容性非常好 所以在精油方面 当你不知道 用什么油的时候 你用乳香没错 它跟任何的精油 都能相配 所以叫精油治亡 亡能驾驭一切 所以它跟任何的精油 都能相配 比如它跟薰草精油 来相配的时候 那放松更好 它跟木药相配的时候 跟马鱼蓝相配的时候 那么活血 里气止痛的效果更强 所以我们胸痛的时候 往往是用乳香 马鱼蓝来涂 这个对我们心脏的一些 也不一定是心脏 就是胸口的闷 胸部的疼痛 我们都可以用到它 在这个冬季的话 更应该要用到乳香 为什么呢 冬季比较寒冷 中医讲寒凝气质 就血瘀 是不是这样呢 寒凝以后 气急发生寓质 寓质以后 就导致血瘀 寒凝气质血瘀 所以心血管的病人 很痛的 有些关节痛的时候 痛的病人 这个季节很容易发 我们为了预防复发 我们就用乳香 那就可以达到这个作用 所以乳香 老烧 腰 腹腰 都是适宜的 我们年纪大的人 用它舌下滴 乳香 每次两滴 每天两到三次 可以预防脑梗 预防老年性痴呆 预防 帕金森 如果有这个家族死的话 可以预防 那么又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就防止他脑梨的衰退 那我们中年人呢 低了乳香以后 有什么作用呢 就可以 舒缓你的压力 提升你的正能量 改善你的忧郁 焦虑 不良的 负面的情绪 净化你的心灵 让你能够去应对 每天正常的日常的生活 因为中年人上有老 下有效 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环境都有压力 地上一滴 提高你的心力 提高你的情绪 提高你的能量 能量满满 去迎接美好的每天 这是中年人 那对我们年轻人 那更要去用 提高你的心智 激发你的能力 去向上积极向上 而对孩子来讲 百会学图一图 脚底抹一抹 开心智 提高你的智力 对吧 特别好 刚刚出生的英语 能不能用百会学 脚底抹一抹 开心智 提高他的心力 还有一个乳箱 可以助长啊 乳箱跟那个冷山 在背部我们进行 洗水的疗法 这样按摩 从下往上按摩 他能助长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伙伴的话 他的女儿就是长不高 12岁了 越进来了 就是不长高 后来我就推荐他用了 三个月以后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这东西有用 我要什么东西有用啊 这个乳箱有用 我要长高多少啊 长高了三公分不到 两公分多 对啊 效果非常好 明显了 对吧 这是对小孩 对吧 能够提高他的智力 大家都想自己的孩子 聪明能够提高免疫力 那就小孩用啊 对女性来讲更需要了 为什么呢 一个紧致皮肤 蛋斑 大家愿不愿意呢 白白的 嫩嫩的 都好啊 还有一个月经起的时候 用它缓解疼痛 不是叫月经起啊 月经起的时候 如果月经量都不用 月经量少 我们就可以用乳箱 来涂我们的小腹 可以达到止痛的目的 如果你月经不调的话 我们平时可以加乳箱 用乳箱配上一些女性的 增加荷尔蒙的 比如加快乐术维肠 一蓝一蓝 这些来调节内分病 所以乳箱用途非常广 你听了我讲的以后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啊 每个人都应该用 是不是这样的 它又是北达精油 你不知道用什么精油 就用乳箱 没错 我跟你讲啊 我们老家 我去老家去 我们一个 我们一个 等于也是亲戚 他呢 前几天中风了 那个讲话舌头都 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呢 我就给他开了中药 然后呢 也给他开了乳箱 吃了以后呢 改善了一点 但是我就问他了 我那乳箱有没有 他说你乳箱给我讲低吗 我想到底 想不到就不低啊 我想他你到底低了多少 他说一天 低个一次啊 有时候忘掉了就不低啊 我就有点生气了 我想这个乳箱 这么好的东西 是我送给你的啊 我想你都不好好用 我想你如果不好好用 你下次不要来找我看了啊 我想我是真的为你好 你现在用是非常好的时机 不能错过这个时机 然后半个月以后他来了 那这一次呢 我一看那精气神 全部跟原来不一样 走路我胸脚就起干干干的 我想怎么样 哎呦好多好多了 他家 他们家里面人说他 看到他以后 哎呦你到底到城里来了啊 是不一样啊 他家我就是什么 你跟我讲了以后 你上次骂了我以后 我就不敢了 我就把乳箱放在身上 我想到就低 想到就低 半个月下来 哎呦真的好累啊 讲话也很隶属了 走路也平稳了 这是我印象非常深的 所以我们要乳箱就是防治 对心脑血管病的话 一定要用得少 不要到有病了 康复的时候再用 效果就没有刚刚开始的时候 效果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要跟大家说的 包括我们的心血管 我平时看病看的比较多 因为这里面 跟大家讲 讲病不太合适 所以我也 没有给大家举这些例子 因为在我 平时的接触当中 包括我们的一些伙伴 都是用乳箱 把他的整个心脏的 这种衰弱的心脏 给他提高能量 恢复到现在这么好的状态 我们团队的温暖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大家看到温暖的话 就知道他现在的状态 来的时候 那个舌头 就是一个轻指式 全舌都是指的 非常指 经过乳箱 他现在说我们的高级方疗师 用得非常好 他那个时候 心脏开过两次大悼 这个房间隔缺神 修补俗 补了两次 色评骁勇 做过三次 就这样一个病人 来找我们看的时候 那个时候准备 给他装起步器了 这个时候他找到我 那我给他 除了开中药以外 我就加上了乳箱 我推荐他用乳箱 精油 两滴天三次 另外他结合了一些 脊椎疗法 那么这样半年 调下来以后 整个舌头就好了 现在他是非常好了 我就是用 我自己就是用乳箱 我原来那个脸上 都那么多斑 大概在十年以前 熊红老师 他见过我 他熊老师 现在坏了一个人 那时候就觉得 我脸黑黑的 不知道生什么病 因为他也是医生 他不知道哪里有病 脸那么黑 实际上我那个时候 是脸上过敏 过敏以后 就色素沉着 整个脸都发黑的 那我用了 自从用了乳箱以后 那个脸色 就慢慢慢慢的好起来了 其实越来越好 那体力旺 精力旺盛